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白 今天我们来看 我在地花 开后宫 第十到第十一章 作者 红小景 还没看过第九章的小伙伴们 可以点击右上角 传送门哟 自上次 巴逊宁知晓 徐娥就是那个让她心动的姑娘后 第二天放学后 与次跟葵说了声再见 便匆匆走了 来到舞蹈室前 巴逊宁宁早已跑得满头大汗 弯腰撑着膝盖 微微喘息 待贫富的内心的焦躁和喜悦后 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走了进去 她仍然带着三个甜甜圈 把他们小心都放在地上 然后向握双手 闭着眼睛祈祷道道 亲爱的徐娥姑娘 愿您能出来实现我的愿望 这一次 她没有再紧张 或者恐惧 反之 内心还很兴奋 她终于又可以见到那个女孩子了 果然 不出巴逊宁的所料 学人要从镜子里显出身形 她正想吓一下 这向她许愿的人 谁知低头一看 男一 又是那个女孩 徐娥满脸疑惑地飘下来 水灵灵的大眼睛 嘲嘲嘲嘲地看着她 巴逊宁宁顿时被她蒙得一脸血 她家的徐娥也太可爱了吧 为什么你又来了 她出口询问道 也许徐娥只是单纯的疑问 可是 巴逊宁宁可不这么想啊 她以为徐娥 真是嫌弃她烦了 心里顿时一针不舒服 憋了憋嘴道 我 我是来许愿的啊 许愿条条眉 围着她飘撞了一圈 又开口道 还有 什么愿望吗 巴逊宁宁 微微捶下帽子 心里仔细地想了想 突然 眼睛刷得一亮 腹黑地勾了勾嘴角 看向徐娥时 又恢复成了那幅 单纯无害的小可爱 我希望 我喜欢的人 也喜欢我自己 徐娥文言 看了她一眼 突然想到 巴逊宁宁 昨日已经靠她万里乡 找到那个 让她一眼心动的女孩子了 顿时明白了 想明白同时 又开始有些许泛难 吃恋爱的东西 她不会啊 巴逊宁见她 一脸为难样子 不禁开口询问 怎么了 徐娥笑了笑 呢呢 是我 对恋爱这一方面 撕裂不广 抱歉啊 帮不了你了 她皱了皱眉头 开口刚想说些什么 徐娥继续说 所以 去找七号吧 巴逊宁听了这话 一下子愣住了 居然 还有不可思议 不能做的事 徐娥见她这副模样 无奈地摆摆手 不可思议 也不是万能的 当然 也有做不了的事情了 巴逊宁宁 扯了扯嘴角 叹了口气 徐娥道 唉 那 七号又在哪里呢 徐娥 微微笑了笑 轻起红唇 你应该 没有听说过 八大不可思议 自欺吧 她皱了皱眉 低下头 疑惑地呢喃着 八大不可思议 自欺 神让见此 继续道 对啊 第七 厕所里的花子 传闻 旧校舍三楼 女厕所的第三间 花子 就在那里哦 学校走廊上 一个长相 可爱清秀女孩子 在缓缓地走着 围满了学生的藏狼 四处 都是他们交谈 欢笑的吵杂声 但 这似乎并不影响女孩 因思考而变得 缓慢的脚步 她略微低下头 眉头围皱 不知不觉的 八旬零零 已经走到了 学校走廊的尽头 前面 就是女厕所了 她紧皱眉头 终于松开 像是想通了什么 台步 就坚定不移地走进去 第一间 第二间 第三间 到了 就是这里了吧 以上就这一张内容了 那故事就说到这里 小伙伴们看完 记得订阅频道 那我是大白 我们下次见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